葛磊兄那边 应该没问题吧 别担心了姐姐 最靠谱的绿 最活跃的红 有他们在 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而且 还有直觉最好的小子呢 要论紧急情况下 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 小子估计是 Vita里的第二名吧 第二名 那第一名是 当然就是 承姐 你这是 我这是在夸你呢 你就乖乖受着吧 我 我哪有 莫里亚帝 你到底在盘算着什么呢 如此大张旗鼓的布置舞台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报复我吗 就是这边了 浮花看起来 很久都没有使用了 就是这边了 浮花姐 这里就是小子的仓库 毕竟是仓库 当然要选择 阴梁安静的地方啊 总是人来人往 也不利于保管嘛 我不是指这一点 按之前的说法 你们不是每年都有很多节日和活动吗 既然经常举办庆典 为什么仓库会长期闲置 为什么 也没有为什么呀 虽然每年都会举办很多节日 但节日之间的间隔还是很长嘛 总之 你们先保持距离 由我探路 莫里亚帝去向不明 她也可能就在里面 老大 是老大回来了吗 老大 你终于回来了 喂 皮特 你看清楚点 那不是老大 老大他们的衣领是黄色和蓝色的 这两个是橙色和青色 而且 中间领头的也不对 虽然他们穿的衣服有点像 但老大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男生 才不是这个大姐姐呢 真是的 我都说了叫你们两个不要急着开门了嘛 是皮特 都是皮特说什么躲在里面太黑了太可怕了 急着想出来和老大会合 可是弗雷德 刚才你不是跑在我前面吗 我 我不是 弗雷德 皮特 埃拉 你们三个淘气鬼怎么会在这里 续剑 不对 你这个陌生人 这里是我们的基地 你可无权进来 基地 对 这是我们少年坏蛋团的基地 只有得到老大成人的成员 才能享有在这里铸扎的权利 其余人等 一概不都干涉 埃拉 你干嘛呀 好啦 弗雷德 就算我们是坏蛋团 也不能对维他姐姐那么粗暴 我 为什么 既然当了坏蛋 当然要和管理城市的维他作对 那只是最低级的坏蛋吧 高级的坏蛋 不是应该和正义的伙伴超凶到地 暗中渗透他们吗 就像仙爵哥哥和本相姐姐那样 是 是这样吗 突然觉得埃拉好可怕 所以 差不多该解释一下了吧 你们这到底是 既然被发现了 也就正好承认了 就像弗雷德说的那样 这里是我们老大的秘密基地 在老大外出期间 我们替他看守这里 我是这里的一把手 因为我是前天加入的 比皮特和埃拉都早 我 我是二把手 被弗雷德拉过来的 第三个加入的是埃拉 在那之后是本相姐姐和仙爵哥哥 他们两个因为能力太强 所以位置在我之上 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总有一天我能超越他们 你们刚才说坏蛋团 难道你们做了什么坏事吗 那当然了 我们可跟着老大做了不少坏事 对 这可不能告诉你们 要是让飞他们知道了 肯定会告诉我们的家长 总之 既然你们不是老大的人 就别想进这个门 我能问一个 关于你们老大的问题吗 他的名字 是不是叫莫里亚帝 你怎么会知道 明明在整个弗洛斯里 从来没有其他人见过老大 等一下 仔细想想 我好像也没有见过你 还有这身打扮 该不会 你是老大的姐姐 那 那 这该怎么称呼啊 没想到这个莫里亚帝 还会在暗地里 吸收我们城里的孩子当部下 大概是利用了他的长相吧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 他居然会是犯罪组织的头目 真是太狡猾了 我说你们几个 平时淘气淘气也就算了 听信那种恶徒的花言巧语可不行 当坏蛋可没有那么炫酷刺激 先不谈可能会对城市造成的破坏 也许你们真的会遭遇危险啊 可是 老大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做危险的事情 他还给我们好吃的 那是因为你的级别还不够高而已 老大说了 只有他和本相姐姐 先觉哥哥那种高级骨干成员 才能参与高规格的任务 弗雷德 你不也是地级成员吗 放心吧 允许姐姐 我们没有做真正危险的事情 只是给老大泡泡腿而已 今天早上一变发生的时候 他还叮嘱我们不要到外面去 留在基地里好好看家呢 那个莫里亚帝 他说了这种话 不管莫里亚帝有什么算盘 我们现在都必须进入基地 才能进一步接近他的计划和意图 你们 真的不能让我们进去吗 不行 老大说了 如果有人硬闯 我们就用紧急联络手段通知他 就算你是老大姐 老大的姐姐 没有老大的命令 我们也不能 艾拉 你又干嘛 弗雷德 你忘了星爵哥哥 给我们留下的命令了吗 在特殊情况下 只要线人能交出信物 也可将其视为组织成员 允许其进入基地 不是这样说的吗 对啊 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 可是这几个看上去 也不像仙人嘛 啊 好了好了 别又打我 我知道了啦 那就让他们试试看嘛 只要仙人能交出信物 最昂贵的财宝 最宝贵的知识 最珍贵的礼物 只要你们能交出这三件信物 我们就同意让你们进入基地哦 还是先和他们沟通看看吧 实在不嫌 再硬闯不迟 我负责的是最珍贵的礼物 事先说好 我可没有那么好说话 如果不是真正 真正非常珍贵的礼物 我可是不会让步的 珍贵的礼物呀 不过 我也没有随时送礼的习惯 说起来 谈到礼物不就是承姐 就是承姐的那个 那个 你在说什么呀 承姐最喜欢的那个 对吧 复华姐 你说 小承随身带着的那个 你们到底在说 对哦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真是的 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吃糖 不过 最珍贵的礼物吗 确实 她对我来说 喂 你们到底在交通街儿有些什么 快把礼物交给我了 给 怎么了 不吃吗 你 你们别太把我当小孩子了 就这些糖果吗 这些就是最珍贵的礼物吗 你不吃的话 那我就收回来了 也不是不行 没想到我们的孕婿姐 居然把糖果当成最珍贵的礼物啊 要是把这件事传出去 哦 好啦 人家的礼物你也收下了 差不多该让开路了 艾拉 你到底是哪边的吗 我负责的信物是最宝贵的知识 来吧 把它交到我手上 我就让你们进去哦 真是 具体是什么类型的呢 书本吗 那可不行 城里有的书本 仙爵哥哥早就都读过一遍了 想要过我这关 得拿出更新潮的东西才行 比方说 关于赫斯珀的一手资料啦 关于禁地的影像文件啦 禁地 艾拉 你怎么会知道了这么多 当然是仙爵哥哥告诉我们的啦 他还说过 他现在最想要的 就是禁地附近的照片呢 那 我手里确实有他想要的资料 这个智能免洗胶卷 记录了今天我们在禁地周围的一切见闻 我想 这应该能称得上最宝贵的知识 哇 小光 这不是你最重视的胶卷吗 对啊 就这么随便地给出去 真的好吗 要说重视 确实 每一份胶卷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 所以 也只有他符合最宝贵的知识这个条件 而且 胶卷里最重要的 不只是知识 还有回忆 在城姐和福华姐的陪伴下 这一路我已经创造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所以为了我们能更进一步 交出一份胶卷也是值得的 我 我是这样想的 小光 好 那我就收下来 最宝贵的知识 我想想我负责的信物是什么来着 对了 最昂贵的财宝 那个 只要你们能把它交给我 我就让你们进去 昂贵的财宝啊 其实 我并不是很清楚这里的标准 什么样的东西 算是昂贵的财宝呢 就是 亮清金 闪闪发光的那种 其实 我也没亲眼见过 说到亮清签 对 这样的就可以了 这就是最昂贵的财宝 但它看起来只是一块 没关系 这样就行了 其实 如果不是弗雷德硬拉着我 我也不想扮演什么大坏蛋呢 几位哥哥姐姐 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就让你们进去吧 这样一来 我扮演的就不是坏蛋 而是坏蛋团里的卧底了 卧底 没想到你们的扮演游戏 角色还挺丰富呢 这样也好 谢谢你了 皮特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进你们的基地了 当然 我们肯定说话算话 说吧弗雷德 皮特 对 说话算话 姐姐们请进吧 你们不跟着进来吗 这个 我们还得替大家旺风呀 要是老大突然回来了 我就立刻回物报信 那你们之前不是说 只要交出信物 仙爵就会同意我们进入基地 是啊 不过仙爵哥哥还说过 让仙人进入基地时 需尽量向莫莉亚帝保密 而且要留心 承载愿望的图纸 兰 他 我们先进去吧 看来 这片区域 就是莫莉亚帝的基地 和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 是不是差不多 好像 还是多了一些东西 趁莫莉亚帝还没有回来 赶紧搜索一下吧 这是 这是 果然 是莫莉亚帝的日记 这是 莫莉亚帝的日记 是莫莉亚帝的日记 莫莉亚帝的日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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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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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